尽管大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人大和政协两会记者会高声警惕文化的大革命仍有可能再度发生 但大陆左派势力活动仍在进行 毛泽东学院最近开班讲课强调文革的基本纲领斗斯批修 大陆毛泽东学院第一期马列毛理论系列讲座 3月23号在北京举行开学典礼时 学业院长强调要牢记文革的基本纲领斗斯批修 据报道会场上还大唱红歌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 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贪官腐败贫富不均 很多人对现状和改革不满 一些没有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把文革跟改革比较 实际上就是把文革跟毛泽东美化了 当下提毛恒怀念文革的 他并不是真的对这一个文革的和毛泽东的回归 如果说你问他说让他愿意不愿意回到毛的统治或者文革时代 他绝对告诉你是说他是不同意的 那么这些部门这一些的这种这种这种这些的这种现象呢 只能证明一个问题就是证明出这些人或者中国的老百姓中的大部分被现状被改革的严重不满 陈永苗表示今天谈所谓文革问题或者怀念文革本质上是改革本身的问题 是改革出了巨大的政治灾难 中国之村杂志经理薛伟曾因反革命罪入议十年 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只有极少数的年轻人把毛泽东当成一张牌 来反对现在的胡锦涛或者江泽民 实际上他们对毛泽东并不了解 毛泽东在世界历史在中国历史已经改观论定是一个大暴君 但是你要知道共产党现在呢 他们对毛泽东来讲 既承认他有很多很多的错误 但是呢又不敢彻底把他推翻 原因就是共产党还拿着他的牌子 就是共产党起家是毛泽东起家的 共产党不能把自己的老祖宗都完全否议 所以他们处于一个很矛盾的情况 美国之音最近在网站上做了一份问却调查 调查说文家宝近期在扁文革 而毛泽东自称文革是他评审所做两件大事之一 你如何评价毛和文革 在接受调查的一万多人中 有81%的人否定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抛弃毛泽东我们就讲 实际上就是在开始抛弃共产党 尽管共产党他想借尸黄昏 想脱一层皮 他也可能有一天把那些罪恶都推给毛泽东 自己来好像经常脱巧 但是人们不会那么笨 人们不会那么笨 人们知道共产党怎么来的 人们知道共产党是皮怎么起家的 所以否定毛泽东实际上是否定共产党 这个是可以联系起来的 经济学家毛一世曾经说过 文革把人心搞坏了 而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 也在3月29号针对温家宝的公开倡言表示 我们应该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底线 绝对不能有任何动摇 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的态度 根本否定的态度